完美的身材 大家很少见高超的一品可修炼 大家好 我是王辈伊萨贝拉 你的穿搭模法师 潮流意识 风格永存 我想问问大家 什么样的单品 称得上经典 在我看来 它得同时满足三个要素 第一要美 不管它单独存在 还是跟其他单品搭配 首先它一定是美的 第二不会过时 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才称之为经典 第三要百搭 在搭配上有着最广泛的试用性 不光是好看 还要实穿 钱在任何时候呢 我们都要花在刀刃上 要做到买金不买多 那今天就来分享我的 第十一个美丽圣经 一件第一百件 让你终身美丽的 八件经典单品 八件经典单品 一一属 No.1 小黑裙 当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 一件剪裁精致的小黑裙 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1926年 香奈尔推出了 福特款的小黑裙 小黑裙迅速流行开来 并且成为流传百年的 经典单品 小黑裙真的是太好穿了 我们在上班 约会 休闲逛街 度假 年会婚礼 任何场合都可以 轻松自在地 hold住它 小黑裙的款式那么多 我最适合买哪件呢 首先要依据身型来选款式 沙漏型身材 越是贴身款 越是简约的设计 越是会突出身材优势 但日装要避免过于紧绷 显得不合时宜 离型身材 电肩款 上身扩型款 装饰款 配下身简约散裙 上身带有视觉膨胀感的设计 下身一定要避免过于贴身 苹果型身材 腰部褶皱 极其宽松 高腰款 一字路肩款 都是最佳选择 腰部需要特别的修饰 或宽松 或加入装饰 或者挪高腰线 草莓身材 深V领 大口领 都是适合的款式 切记选择吊带款 这样会显得你的肩 尤其宽 尽量选择遮盖整个肩膀的款式 上身简约柔化线条 丰富下身打造膨胀感 达到上下平衡的美感 H型身材 肩膀和下摆视觉放大 以打造收腰款的效果 可以通过收腰 或者是宽裙摆 勾勒出曲线 也可以选择 举形直筒裙 来掩盖身材 但记住 可以配一条腰带 这样可以把你的腰线显露出来 四大场合 穿出小黑裙特色 职场 穿到重点 职场关键就是要得体 避免大面积的路肉 挑挺阔有垂性的面料 担心无袖或吊带的款式 不够正式的话 直接加件外套就好了 蕾丝款的小黑裙 比较不适合在正式的场合穿 一定要穿的话 记得选择不透肉 剪裁剪洁的款式 大V领和吊带小黑裙 其实也可以在职场上来穿 那在里面可以加件白衬衫 冬天还可以搭一件高领衫 稳重又时髦 日常休闲小黑裙 穿搭重点 简约基本款 除了正式场合 小黑裙日常休闲也是非常好穿的 在吊带小黑裙里面 叠穿一件小白T 个性又时尚 合帆布鞋 小白鞋 都是好朋友 青春又活力 约会小黑裙 穿搭重点 吊带 开叉 露背 露肩的细节 营造小性感 吊带 大开叉 裹胸露背 都是性感的款式 根据自己的体型 展示自己最骄傲的好身材 温婉淑女路线 可以选择黑散裙 收腰的设计 加上飘逸的裙摆 非常的优雅 即便是全黑的look 也不会感到沉闷 宴会小黑裙 穿搭重点 选择富有设计感的礼服款 出席比如像年会 晚宴这些隆重的场合 小黑裙一定不会出错了 记住两个重点 款式有设计感 面料华丽 就足够支撑你经验全场了 款式上可以参照 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里 每一件都堪称 晚宴及小黑裙的示范样板 面料上 真丝 雷丝 丝绒 是最佳选择 不同的扩形剪裁面料 与黑色组合 都可以展示出 或柔美 或飘逸 或硬朗 或性感的各种风格 总之 无论你有多少面 小黑裙都能够满足你的风格需求 No.2 男友款白衬衫 白衬衫的经典 所有人都知道 但今天我要说的是 没有明显女性特征剪裁的 男友款白衬衫 版型偏宽松 更像男士款 它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名字 叫男友白衬衫 那在日常中 怎么选到一件 合一的男友白衬衫呢 只需要记住三点 第一 打破自己的心理常规 首先你要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 学会去接受它 第一次穿男友衬衫的姑娘 都会嫌它太大太宽松了 但是宽松版型正是它的风格所在 你要学会欣赏它特别的美 才能穿出它独有的魅力 第二 面料 好的面料呢 是高品质的保障 全棉是首选 轻浮透气 而且呢 自带柔和性感的气质 第三 版型要挺阔 以领子能够竖起来 衣服穿上去 看起来硬朗为最佳 男友白衬衫要穿出最佳的效果 其实穿法比搭配更重要 男友白衬衫呢 可以跟任何不同的单品搭配 让你随心所意地描绘出各种风格 而穿法的摆变 你就更需要灵活掌握了 和裤装裙装 搭配进去呢 是最基本的搭配法 它让你修身 看起来也是最日常的穿法 那其他的七种穿法 请看下面的示范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No.3 无尾礼服款的西装外套 一件西装外套是衣橱里面必不可少的经典单品 但如果你希望它更有个性 更有风格 那这件外套应该选择无尾礼服款的 款式上把握好四个细节 第一 翻领选择断面增加高级感 而且领姿跟衣服主体有面料的差别 也增加了层次感跟丰富感 第二 传统扇形翻脸显高挑 我们正常的领姿是分为大扇形和小扇形翻领 都是不可或缺的经典 这种领形可以把身形比例拉长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高挑 第三 双排扣更为独特 它还可以显出你的潮流触觉 尤其适合身材高的女生 第四 过臀的长度对所有身形友好 长款更有男性帅气风的特质 非常大气 尤其过臀的长度对梨形和苹果形 还兼具藏肉的效果 身材好的女生长度可以随意选择了 短款更能突出身材的美感 修身的款型使硬朗与柔美的风格 产生一种强烈的碰撞 体现出女性的性感与魅力 搭配上也是百无禁忌 只要把握好场合分寸就好了 出入职场 可选择黑白衬衫与印花铅笔裙搭配 无尾礼服西装 凸显出干脸和洒脱的气质 出席晚宴 可以在无尾礼服款西装外套的翻领上 别一朵花朵造型的胸针 搭配断面高跟鞋 尽显其柔美与性感 那和裤子长套穿 或者内搭真丝长裙 都是惊艳四座的好方案 如果你足够大胆 足够自信 大可真空穿上无尾礼服款西装外套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性感 非正式场合 无尾礼服款西装外套 可以跟紧身牛仔裤的搭配 都恰到好处 后面会提到的烟管裤 MOM JONES 都是绝佳的搭配 日常出彩 在无尾礼服款西装外套里面 搭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巾 也能让人眼睛一亮 No.4 裁剪合身的烟管裤 那烟管裤呢 是介于直筒裤跟铅笔裤之间的一种裤型 它是一种很奇妙的修身裤 在搭配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它的三大精髓 藏肉显瘦 对所有的身形都友好 烟管裤的宽松程度 介于直筒裤跟铅笔裤之间 在贴合臀部的同时 又给大腿处留出一定的空间 有效地遮住大腿坠肉 并且让腿型看上去更为笔质 不挑身材腿型 绝对是粗腿姑娘的万能救星 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图 相对于黑色legging 除了都具有出色藏肉显瘦效果外 烟管裤对于腿型的修饰 更加胜一筹 而跟裤腿裤相比呢 则显得更加的利索跟干脸 任意摆搭 作为基础万能的单品 你可以任意搭配上衣 完全没有风格限制 那怎么把烟管裤穿的高级又时髦呢 按照场合跟风格 给出六种搭配建议 出入职场 通常是和衬衫西装一起出现 基本款的衬衫西装外套 换成有设计感的 就能让路可变得既适合职场 又有时髦感 若是觉得太过于正式 那就可以试着将内搭换成T恤 或者脚踩一双休闲运动靴 就可以让你没有那么强的行政感了 度假约会 换成美美的路肩衫 蕾丝蝴蝶结元素 都可以多加尝试 你立刻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休闲风或者中性风 人手一键的摆踢 就可以直接跟烟管裤休闲鞋混搭 这会让它少了搭配衬衫的死板 还显得非常的活泼 轻松 性感风 如果你拥有让人羡慕的小蛮腰啊 可以用短上衣和它进行搭配 不仅时髦爆表 视觉上也有拉长的效果 看起来气场两米 春秋微凉 外搭一件真知开山 或者圆领毛衣 气质温婉 再加上一件风衣 就帅气逼人了 冬天 搭高领毛衣 会有一种贺本式的大方与优雅 再披一件羊绒大衣 真的是走路带风 风格百变 四季适用 一条剪裁合体的烟管裤啊 通过变化鞋子的搭配 都可以在甜美可人的淑女 强势帅气的郁姐 随意慵懒的法式中 自由切换 配一双芭蕾鞋 是小女人风 一双高跟尖头鞋 就变成霸道女总裁 一双帆布鞋 又是法式的慵懒 春夏秋冬 每一个季节都可以穿 夏天露出脚踝 精干清爽 冬天和急环靴 融为一体 气场无敌 虽然百变 但是它的精致感跟大方感 是其他裤子所没有的 穿到任何场合 都不用担心出错 或者失礼 No.5 Mom James 中国名叫 妈妈款高腰复古牛仔裤 牛仔裤呢 从最早的结实那一穿 到现在的性感撩人 要peak最经典的版型 Mom James 当之无愧 藏肉显瘦 对所有身形都优好 Mom James 是超高腰款的版型 臀部设计 贴合身体 翘臀 效果突出 裤腿呢 是上粗下细 有点像锥形 这就能理解 为什么它跟 烟管裤一样 藏肉显瘦 对所有身材都友好了 你们可能会问 它跟我们最常见的 boyfriend款的 牛仔裤有什么区别 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两组图就能 很好地看出 两者的差别 boyfriend James 是低腰宽松 身材没有那么好的姑娘 很容易穿出 五五分的矮小款 而且boyfriend James 不贴身 松垮 低当 裤腿都是直筒的 上下一样粗 比Mom James的修身效果 差太多了 任意摆搭 作为经典单品 Mom James 最奇妙的地方在于 它几乎可以跟任何上装搭配 夏天最简单的搭个白T 都是满满的法式优雅 跟随意感 搭上干净简洁的衬衫 复古味道十足 腹部平坦的姑娘搭配陆位装上衣 超级显瘦显高 目测腿长两米吧 就连鼻挺的一本正经的正装 一跟它搭配啊 立刻就显得轻松活泼了 秋天搭一件经典的卡其色风衣 冬天配一件驼色大衣 不管是敞着穿 还是腰间细带都帅气迷人 冬季搭配大阔型的毛衣 或者厚外套舒适简单 有温度又有风度 喜欢随意简便风的 可以穿短棉服或者是棒球服 温暖简单 如果你拥有了一条MOM GEMS 驾驭它你需要记住这四个技巧 卷裤脚边 就算是铅笔裤 卷起裤腿来 也会显得比遮住脚踝 看起来更有时髦感 长外套 像离型苹果型身材的缺点 一款中长款或者长外套 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但是像完美的shallow 或者是腰部有优势的H型 大可以把衣服扎进去 充分展示你的曲线美 鞋子随便搭配 可以说MOM GEMS 真的是不挑鞋子的酷型款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和场合的匹配度 牛仔蓝首选 牛仔蓝才是把MOM GEMS 演绎到最性感 最妩媚撩人的最佳颜色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牛仔蓝 夏天和T恤衣配清爽 春秋和风衣配帅气 冬天和大衣配干脸 这条神奇的牛仔裤 如果以前没有尝试过 这一次就可以果断入手了 记住不要深色系 No.6 风衣 风衣的经典已经不用言语再去赘述了 如果只能够入手一件风衣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那当然是最经典款的 那以风衣起家的Barbary 定义了最经典的风衣款式 它有四个特质 版型 Barbary的长风衣 是风衣的定义者 双排扣 宽领 带钮扣的翻盖口袋 并带有腰带与低形环 再加上竖腰 直筒的特点 让风衣有了帅气 与俊美的独有气质 每年不同款式的风衣 都在推陈出新 但你会发现 还是经典的长风衣 最好看 长度 到小腿度的长风衣 最优雅也最经典 但东方女性大多身材娇小 对于小个子的女生 极西是最优雅的长度 色彩 卡其色 经典的风衣一定是卡其色的 这也是明星大咖 时尚博主们的最爱 卡其色接近米色与浅黄褐色 简单耐看 自带时髦感 不同肤色选择色度 可以有技巧 暖色系的皮肤呢 卡其色属于暖色调 更加适合暖肤的姑娘穿 如果是冷色系的皮肤 就不要乱穿卡其色 它会显得脸色黄 没有精神 如果冷肤的你 非要入手卡其色 那么饱满度低的 浅卡其色会更加适合你 面料 以防水滑达泥 防水的高级双层棉或者皮革 为最佳面料 一件好的风衣可以穿一辈子 不仅负责实穿 还负责你的风格之美 两种最有风格感的穿法 披着穿 潇洒的中心风扑面而来 走路带风 腰带紧紧扎紧在腰间 一定要紧紧扎牢 腰带位于高腰线上 既拉长了比例显高 在气质上又自带 干练果感之风 如果是系腰带的话呢 切记不要松松垮垮 这样看起来没有精神 更不用谈什么风格感了 你看一件简单的风衣上身 你就美成了像是走在 塞纳河畔的澳大利贺本 那么7 黑色高领羊衫 要说冬日里最暖和舒适的衣服 兼具郁寒和时髦感 首选当之无愧的是高领羊毛衫 作为一件经典单品 它有四大特色 一 品质好 它的保暖性极佳 二 质感轻柔 没有臃肿感 完美地解决了 既要温度又要风度的烦恼 清晰如丝 温软如云 既保暖也不会沉重臃肿 第三 百搭经典 牛仔裤 西裤 半身裙 风衣 大衣 或者外加一件羊绒衫的开衫 等等全部都能 跟它搭配出非常完美的效果 不管在什么场合 只要温度允许 一件黑色高领羊绒衫 立刻带来精致感 四 对所有的身材友好 黑色加上高领 把脖子修饰起来 显脖子长 也显上身挺阔 它轻松穿出了 简约都市的优雅风格 率性自在 时髦洋气 那怎样才能购买到 好的羊绒衫呢 四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第一 看成分标 是羊绒羊毛 还是羊毛混杂 正规品牌的衣服呢 在成分标上呢 都会注明 百分百为最佳 第二 看触摸 把毛衣呢 放到脖子的地方 感受一下 暖而舒适 是优质品 如果感觉到 有点渣或者痒 立刻放弃 还有呢 纯羊毛摸上去 有丝滑的感觉 很舒服 但如果摸上去很滑 摸完以后手指啊 搓一搓还会有种滑的感觉 那就是衣服上 撒了滑石粉 就会有假冒伪劣的嫌疑了 三 看缝线 优质品在做工上面 都要求非常的高 缝线兼固 针线均匀 缝级平直 无漏缝 和明显吸眼等瑕疵的呢 都是优质品 反之就是劣质品了 四 看价格 优质品呢 都接近千元 尤其今年原材料 已经大幅度的上涨 两三百的价格 肯定就不是纯的了 当然 羊绒衫作为这么有爱的单品 单纯的黑色 太过于局限 更多关于羊绒衫 色彩款式 如何选择 以及怎样搭配 我们在秋冬 如何穿出暖和美 会详细的讲到 No.8 羊毛羊绒大衣 大衣是女人们冬天 最佳的伴侣 几个世纪以来 羊毛羊绒面料 一直被认为是 制作大衣最理想的面料 不厚重 但温暖 如果加上剪裁合体 非常的利落大方 如何选择一件 高品质经典的大衣 一看面料 二看版型 如何看羊绒羊毛的面料 一 羊绒大衣 羊绒含量要在70%以上 低于50%的就不要选了 但是羊绒含量太高的大衣呢 定版的效果不会太好 所以一般羊绒含量 羊绒大衣 做成扩形大衣会显得太软了 所以建议选择修身的版型 羊毛泥大衣 羊毛成分不能低于50% 羊毛比羊绒要硬一些 这样大衣会更加的有形 可以驾驭任何的款式 羊羔毛毛大衣 羊羔毛毛大衣是以羊皮毛一体作为材料制成的 超级具有保暖性的大衣 羊皮大衣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材质 羊皮其实也是大衣非常好的材质 绵羊皮 山羊皮都可以 但绵羊皮比山羊皮更软 当然也会更贵 但真的是气场强大 如何选版型 最常见的版型主要是以下四种 O型 最时髦的O型大衣 中间棚两头收紧 跟花包裙的版型原理一样 最能营造出时髦俏皮感 尤其适合窄尖高个的姑娘 而且冬天最适合入一间糖果色的O型大衣 轻盈优雅 X型 最淑女的X型大衣 上半身服天 腰部竖紧 净显腰部曲线 衣摆向散装舒展开 最极致的突出了女人优美的身材曲线 也是最修身型 最显女人味的版型 A型 最遮身材缺陷的A型大衣 上窄下宽 下摆成散状洒开 成为一件斗篷 自带复古气质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版型 无疑是遮肉力气 几乎适合所有的女生 尤其对梨型和苹果型身材非常友好 而且搭配礼帽或者是复古的小香包 名媛范儿立马就出来了 H型 最基本款的H型大衣 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直筒大衣 简单干练 不落俗套 H型大衣相对都较长 适合高手型的妹子 即便是搭配球鞋和平跟鞋 平跟靴 都丝毫不影响气场 反而酷酷的 选择版型Tips 胖胖的女生不要穿扩型大衣 肥大的扩型大衣登场只会显得更胖 一定要选有腰线的 配腰带长度差不多到膝盖 身高不超过160的胶小型姑娘 不要轻易涉足长度过膝的大衣 最时髦的拖地长大衣更是在购物清单中 请果断移除 大臀姑娘请杜绝短款大衣 其实一般人都不推荐 只到臀部的短款大衣 最佳位置至少要到臀部 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位置 牛角扣大衣非常有阴伦饭 学生党或者度假穿 可以说它是学院风 但是在职场就请杜绝 至于大衣的选色和怎么搭配 我们会在秋冬如何穿出暖和美里面详细介绍 怎么样八件终身美丽的经典单品 会让你有收获吗 Less is more 树立自己的穿衣风格 最简单的就是去储备这些最基本的经典款了 除了大衣 风衣 毛衣 这些季节性相对比较强的单品 所有的经典单品都可以任意组合 当你发现这个组合从未出现 但是效果还很意外惊艳的时候 心情会变得格外的好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是在时光中留下了永恒之美 认真的姑娘最美丽 也欢迎你把这堂课学到的知识 应用到实战中 记得把你改造后美美的照片 发到下面的讨论区 我依然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去奖励认真听课的你哦 彩单时间到 经典不只有黑白灰 在上面的单品任意组合的搭配方案基础上 掌握好配色方案会让你的经典中不失时髦 今天彩单的时间就教大家 简单容易上手的几个配色tips 黑色永不出错 和红色金色的撞色效果会意想不到 全黑太纯闷了 保险又太无趣 用红色或者金色去跟黑色组CP吧 红色裙子 红色大衣 金色腰带 金色首饰 都能够大大的增加个人风格感 白色配亮色 白色一年四季的运用都很广泛 夏天作为基调色和所有的颜色搭配 让各种农业的颜色看起来都更加的干净清爽 而冬天白色作为打底 能打破只有黑色的沉闷 视觉上带来了清爽宜人感 大胆一些来一件白色风衣 或者白色大衣格外的亮眼 有收缩感的粉嫩色系多尝试 粉嫩色不仅气质柔美 在视觉上还有收缩感 夏天的连衣裙 春秋的珍芝 冬天的羊绒高领衫 都可以把它作为主色调 显瘦更美 同色系的搭配 总能让你的装扮看起来时髦又值钱 这种高级感的套装 用色彩搭配就能打造出来了 最后的最后提醒 我们总是很容易被街拍明星 和博主绚烂大胆的配色方案所吸引 可是复制到生活当中 效果会大打折扣 不仅不好看 甚至看起来很荒谬 适用于所有人的颜色禁忌时 少用亮色 以及不显肤色的颜色少用 比如土黄 暗紫 衣服穿出来的效果 跟肤色 体型 体态气质都有关 保险安全的方案也能照样出彩 就别盲目的标新利益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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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